第七百三十六集 好 他宠溺地看了他一眼 这一眼深深的 像是要把他整个人都看进 他那双紫色的眼眸中 你这血是 只放一次就够了吗 见他点头 这才又到 那我就放心了 罢了 再多留也是要走 我等你回京参加公宴 然后 再跟你一起回来 咱们呢 在公主府守岁 嗯 他很开心 两只眼睛都弯成弧线 我送你 他拉着他的手 走到药屋门口 伸手拉门 门一开 就看到齐皇正端了 铜盆往这边走过来 冷不丁地打着一个照面 齐皇一眼就看到 陪在白鹤染身边的 紫眼睛男人 吓得他凹的一声惊叫 装满水的铜盆 砰的一声掉落在地 那样子就跟见了鬼 没什么区别 随着齐皇一声惊叫 很快地就又有响动声 传了来 不多时 墨语到了 白鹤染看到墨语来 就皱了眉 不是让你这几日 不要动 我一定会在大年夜 那天让你下地的吗 就差这么两天 就忍不了了 墨语也是够郁闷的 他看看白鹤染 再看看军墓林 最后看向齐皇 语气就很不善了 你鬼叫什么 是天塌了还是地线了 又或是公主府着了火了 一大清早的 你就一声鬼叫 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这才急着跑过来 说完 又无奈地冲着白鹤染 和军墓林俯了俯身 小姐 奴婢真不是差这两天 真是让这丫头 给惊着了 白鹤染也反应过来了 不由得叹了一声 罢了罢了 多疼几日吧 大年夜宫宴就不带你去了 回头我再给你试一次针针 也没什么大碍 墨语一听说自己又要多疼几日 心情更加沮丧 于是把火气都发到齐皇身上 你 是有多没见过世面 见着什么了你就鬼叫 齐皇伸手指向军墓林 他 他的眼睛是紫色的 他是不是怪物 说完又反应过来 不对 不只是怪物 他还跟小姐一起出来的 咱们院子里怎么可能出现个男人 他是在这里住了一夜吗 他跟小姐 他们两个 齐皇说不下去了 两条腿哆哆嗦嗦地站不住 一下子就跪了下来 很快的 越来越多的下人 望药屋这边聚集过来 除了原本从念习院 带过来的一些人之外 还有昨日新选进府来的 撒扫丫鬟 还有跟齐皇一起 留在望药院的锦书 齐皇突然意识到 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也犯了一个身为下人 最不该触碰的大忌讳 主子院里留了男人 这是最隐秘不过的事情 他是贴身丫鬟 就算撞着了 也得紧闭嘴巴 为主子保密 甚至还得在门口 站着给主子放风 结果 他不但睡了一宿大觉 还在第二日 清晨撞见之后 大喊大叫 把院子里 所有人都给招了来 这下完了 所有人都撞见 自家小姐撕毁男人 小姐的清语毁了 她的命也保不住了 齐皇身子抖得 跟筛子一般 开始不停地跪地磕头 不停地念叨着 小姐饶命 和邱小姐饶命 奴婢知道错了 小姐怎么发奴婢都行 只请小姐饶奴婢一条性命吧 白鹤染甚是无奈 齐皇 就算你受惊怪叫了一声 还摔了脸盆 我也不至于就暴力到 要收你的性命 你先起来 有什么话好好说 大不了我不怪你 还不行吗 齐皇哪里肯信 只觉得主子 只提他怪叫和摔盆 却不提撞见男人这个事 就说明这个事 一定是特别隐晦的 所以更加地害怕 只跪在地上不停地哭 那几个新选进来的下人 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不由得偷偷 往军墓里那处 多瞅了几眼 这一瞅不要紧 差一点就掉进 那双紫色的眼眸里 这男人怎么这么好看啊 连眼睛都是紫色的 这世上还有人 长着紫色的眼睛吗 这究竟是人类还是妖类 小姐是不是 被这个妖类给迷惑了 这可怎么办 妖怪会不会吃人 一时间 人们心里浮相连翩 甚至已经有胆大的丫鬟 往前多站了一步 试探地开口叫着白赫然 小姐 小姐你快过来 奴婢们保护您往外逃 您放心 咱们一定能顶住了 您只管跑 这只妖怪它就是一个一个吃 我们也得吃一阵子呢 足够小姐跑远了 小姐快点吧 是啊 小姐您快跑吧 奴婢们保护你 说这话的都是新来的几个 包括锦叔在内的都站上前来 七皇也从地上爬了起来 跟着锦叔一起做事要保护小姐 而剩下的那些念喧儿的老人 则是一脸惊悚地看着这些新人 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又是惊叹于这些人的勇气 妖怪当前还不逃跑 豁出自己被吃掉 也要为自家主子争取逃命的时机 这便是最中心的奴仆了吧 这些人昨日才刚刚入府啊 一天的主人就能让他们以命来换 足以见品行 白赫然也感动了 这就叫做患难见真情吗 纪伯的眼睛果然够多 选中的人果然是好的 这几个没见过 新来的 君母领开了口 问他 入府多少日子了 他就笑 说了你都不信 昨儿才来 我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记不全 可他们却已经可以为我拼命了 说到这里叹了一声 唉 就说让你早点走 看吧 果然给我惹了麻烦 我这该怎么解释啊 会不会被人以为 我这个天字公主行为不解 大半夜的跟男人勾勾搭搭 君母领怂怂见 或许会吧 不是本王说你啊 这新来的人忠心是够了 但还是要调教 你看看后头那些个眼熟的 没一个大惊小怪 这才配得上跟着你 白和然抽了抽嘴角 你大爷的 后头那些是被你给惊习惯了好吗 你当他们头一回见着你 从我屋里大摇大摆走出来时 心里头不惊 两个主子眉来眼去 你一言我一语 新来的那些下人心里更没底了 好在还有个洛锦叔 心思比其他人略通透 看事情也更细微 他听着他家小姐 跟那个紫眼睛男人的话 再回头瞅瞅那些院子里的旧人 心下便有了算计 于是小退一步 到了熟悉的山茶跟前 小声问 那位公子是谁啊 山茶白了他一眼 也没有故意压低声音 就大着声说 行了 你们就别大惊小怪了 那位是当朝时皇子 赫赫有名的长盛将军 尊王殿下 也就是我们家小姐的未来夫君 我家小姐同石殿下感情深厚 平日里多往来也是正常的 何况你们的想法 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睁大眼看看 这是药屋不是卧寝 小姐早就有过话 昨夜是为大少爷制药 要整整一夜才能治好 石殿下自然是帮着小姐 一起制药的 有什么可吃惊的 墨鱼也无奈地道 下回不管看着什么 首先要记住这里是什么地方 一大清早鬼叫一番 引来自己院里的人还好说 你们再把狼给招来 到时候我们的麻烦 可就不是一点半点 洛锦书心里一颤 立即明白了墨鱼 这话是什么意思 镇子上哪来的狼 公主府更不可能有狼 墨鱼的意思是 别再招来更多的人了 毕竟就算是未婚夫 就算是只出入在药屋 这话传出去也好说不好听 再看看其他那些旧人的神情 一个一个见怪不怪的样子 芬宁就是这石殿下 以前也总到文国公府去 洛锦书心里暗骂了自己一声糊涂 这才拉了齐皇一把 主动上前跪了下来 恭恭敬敬地道了句 奴婢禁书 扣见石殿下 石殿下千岁 他戴了这个头 齐皇也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其他那些新来的丫鬟也明白了 于是一个个呼呼啦啦地都跪了下来 纷纷行礼问安 君木林瞅了一眼 没说什么 也没叫气 只是拉着白赫然的手道 我这就走了 你好好地在府里 过两日 回京进宫 我到百一门接你去 还有 你找出来的那些书 写的那些个册子 也别一下子都读了 就是要读 也别自己一个人读 你那个三妹妹不是也在这边的吗 她应该识字呀 让她帮着你 你一个人做太多事 也是累呀 知道了吗 身子要紧 白赫然点点头 知道啦 啰嗦 行了快走吧 晚了父皇该着急了 行 那我走了 她抬步往前迈 迈了两步又转回身来 二话不说 照着她脸颊巴唧就亲了一口 然后留了个邪魅的笑 梁肠而去 小丫鬟们脸都红了 直到看着君墓林走远 墨宇这才沉下脸来训斥这些丫鬟 都听好了 忘忧院的事哪看到就哪了 背地里不许议论 出了这个院子就更不许多说一个字 这是死规矩 小姐仁慈 但是我手里的刀剑可是不长眼的 都听清楚了吗 小丫鬟们一个个揭称赤 然后又给白赫然赔礼保证了一番 这才算了去做自己的事 墨宇走到白赫然跟前 转身见齐皇还跪在那里 只好又嘱咐道 齐皇 你是小姐的近视 是贴身大丫鬟 这点子规矩和礼数 要是都不明白 那可真就做不得这大丫鬟 这第一回就算了 要是还有下次 你就得考虑一下 自己还能不能留在公主府 齐皇一听这话就哭了 赶紧一再地保证 自己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也保证自己这回认准了石殿下 再见着也不会大惊小怪的了 这才捡了铜盆去重新打水 白赫然也松了口气 脸还有些红 墨宇看着就有点想笑 但好歹憋住了 只是憋得有点艰难 脸都胀得通红 白赫然瞅着他这模样 无奈地摇头 想笑就笑吧 今天这笑话确实是闹大了 我也没想到那齐皇就这点胆子 不过他也是在大户人家 做我丫鬟的 应该不会见着自家小姐 跟男人一起出现 就不管不顾地喊起来 我估计着 应该是君慕林的眼睛 把他给吓着了 墨宇实在忍不住 终于笑出声 笑够了才说 确实 上东城的人都听说 石殿下一双子眸的传说 但我听说他以前是生活在江南的 没听说过也正常 石殿下那眼睛 是挺吓人的 刚刚那几个新来的丫头 都说她是妖孽 豁出去自己被吃 也要保护小姐您呢 如此看来 咱们选进来的这些人也不错 小姐您以前说过 凡事都有两面性的吗 白赫然点点头 我们墨宇真是出息了啊 考虑事情愈发的全面 是啊 奴婢时常想 跟在小姐身边 如果自己没有进步 那很快就会被甩出去一大劲 也是很有危机感 不努力上进真不行啊 她一边说一边笑 两人进了卧寝 侧候着白赫染更衣 齐皇的水也重新打来了 放下之后 就怯生生地站在一边 也不敢上前 白赫染看了她一眼 招了招手 齐皇你过来 这是你的活儿 墨宇身上还有伤呢 她得回去躺着 说完又对墨宇道 既然擅自下了地 那前面躺的几日就都作废 从今儿算起再躺五日 大年夜也在榻上躺着吧 算是你自己给自己的惩罚 墨宇很郁闷 但也知道小姐是为了她好 于是点点头没说什么 只将手里的帕子 递给齐皇嘱咐道 仔细执些 然后行了礼出了房门 白赫染也不想再就这个事 继续跟齐皇探讨 便只告诉她 喜书完了之后 扫些被扫膳 我急着把药给大少爷送去 一会儿你去叫一下锦叔 我找他有事 齐皇点点头 又跟白赫染赔了一通礼 这才伺候着她喜书 再端着脸盆出去了 大家好 在下讲故事的明灵 也是书中的白赫染 博书时间尚短 水平一般能力有限 感谢各位听友的支持喜欢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多多交流 爱你们呢 感谢大家